好看好看 二月份真的有很多好看的作品啊 看了很多很喜欢的剧电影 接下来慢慢的跟大家来聊一下 然后呢快速说一下这个节目的三个小小的前提啊 首先就是啊 这是一个走马观花型的瞎聊的节目 它不追求什么深度 然后我基本上也就基于我对一个剧的第一印象就来这里讲了 我也没有再去做更多的功课 就快速的聊一聊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错漏 请大家也多多包涵 第二呢就是 我可能会更多在这里讲的是 我喜欢一个作品的什么地方 就是我从里面看到的相对正面的东西吧 就是批评的话我也不太擅长去讲 然后我也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在这里避免剧透 就最好的收看和收听的体验 可能还是你看过这个作品以后听我来聊 可能这样会最有意思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本来也不打算看这个剧 那你就当一个故事听一听 我觉得也还行 二月份看的第一部电影叫火山之恋 这是一部纪录片啊 讲的是1970年代的一对专门研究 火山的科学家 我看这个纪录片最爱感受 当然就是它的素材实在是太无敌了 你只要看一下它预告片就可以感受到 甚至看它的海报就可以感受到 人很渺小在火山面前 他们离火山那么的近 他们离岩浆那么的近 他们被火山会包围啊等等那些画面 但你看到这样素材 你就知道有这样素材 你就已经赢了 就那种感觉 那天看的时候呢 很快特斯就跟我说 我已经开始在看它的穿搭了 就是看 尤其是当中那位女科学家的穿搭 确实很特别跟我们想象中这种 科学家研究者的那种 灰扑扑的马甲不太一样啊 他穿的既鲜艳又很休闲吧 就不太像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制服的感觉 然后呢 我留意到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吧 就是他们在火山之外的时候 他们在干嘛 比如说他们会去参加一些电视节目 他们会在一个像综艺节目的现场 跟别人对谈啊 但是整个纪录片给我的感受呢 就是他的讲述手法 有点平铺直续吧 然后呢 他的一些表现的手法 会让我想起比如几年前 YouTube 尤其是YouTube上面一些那种机构媒体吧 他们很喜欢在给你做一个 科普型的视频的时候 用那种比如一些手绘的素材呀 比如一些剪贴化的素材呀 用一些方法来讲述 包括他的旁白 我觉得写的也比较平淡吧 就我当时想不出来具体问题在哪儿 但是我看完的感觉就可能觉得有点平淡 看完那个以后 我们顺手就点开了另一部童题材 就比较奇怪呀 就是去年出了两部讲述这对火山夫妇的纪录片 一个火山之恋 另一部叫做新火 写给火山夫妇的安魂曲 这一部呢 是赫尔佐格 就纪录片大师赫尔佐格做的 那我们就点开这个 看了大概20分钟吧 我相当于是对这对夫妇的生平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大师 一位长者用他的角度 同样的素材啊 他的角度来给我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新的观点出现 新的角度观点出现了 新火的开场 其实是他们最后的悲剧啊 就他们是在日本观测一个火山的时候 遇难的 在那个火山之恋里面也展示的这个片段 他们当时最后的影像是怎么样的 他们在哪个角落消失的呀 就这些场面 但是在赫尔佐格这边 一开场讲这场悲剧的时候 其实他是带着一些疑问的 视频素材里面的人在问 你们怎么样评估这个安全的距离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当时现场的这些反应 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心态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然后其实旁白里面 你也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疑问 就是他们是如何做出了当时那个决定 甚至你会觉得他在引导观众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当时 他们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 我觉得这些可能你在上一部纪录片里面 是不太会去这么去想的 就你不太会去提问题啊 但是在赫尔佐格这边 他率先就在提问题 会引导你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是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还有呢就是当中这位男的科学家 他其实他对火山感兴趣 因为第一次他爸爸带他去了一个火山 他去了那边以后离火山很近 就被火山给震撼和征服了 就类似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在新火里面是怎么讲这个故事呢 你可以实际看到那个小男孩第一次去到的火山 它不是一个绝境 它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这样一个 它其实就是在意大利还挺常见的一种 景点型的火山 普通的游客 别的游客 甚至有穿着比基尼尼和拖鞋就到山上去 也在岩浆旁边拍照的这种游客 就同样的一个信息 但是给了你不一样的画面以后 你得到的这种观感其实会不太一样 还有呢就是在他们的观测行为中 其实拍视频 或者说拍电影吧 拍影像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跟现在的YouTuber 或者是Vlogger有点像 因为他们就是要去了以后 回来把他们的经历做成影像 做成电影来卖钱的 他们素材那么无敌 确实也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在拍 那么星火这边给我的一个新的视角 就是当中的这位女科学家 她在影像这件事情上面的参与度 就她在这个工作里面的分工和角色 可能也经过一定的演变 我觉得这些角度都是以前那个没有的 就光是前20分钟就已经给我足够多的信息量 让我觉得之前看那个片子 怎么讲 我已经意识到她哪里不对了 就是她跟她的预告片给我的观感是类似 她就像只是把一个预告片加长了一样 她确实很平淡 更重要的是她像一个经过甲方审核的一个片子 或者脚本那种感觉 她讲的东西都非常的不痛不痒 但是在赫尔佐格这边 这些东西都被质问 或者被更深层次的这样展示给你看 好 接下来是青年年初的一个重头戏 就是最后的生还者的聚集版 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我真的在看每一集的时候都感觉到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事 而且有时候它都不是很细节的东西 它是很大的事件 我都不记得有 我就看一集剧打一段游戏 然后再听一段他们的播客 以这样的方式来重温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后来也理解了 确实虽然最大的剧情是一样的 但是它还是有很大幅度的改编 所以不能全部怪我 确实我忘了很多事情 但是不能全部怪我 所以你要怎么去改编这样一个 本来就已经被公认为叙事很成功的作品 他们真的是在剧集这边 想了很多事情 为剧集的观众来服务 这真的是从零开始 不去假设你知道很多东西 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怪物 叫寻生者 就是它的整个的脸像一个开花的这种 是一个军 就是挺吓人的 但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敌人 在游戏里面 其实挺容易遇见的 而且挺难打的 甚至就连怎么样让电视观众能够认识这个角色 这个敌人 这种寻生者 都是他们的课题之一 因为它不像 你不像打游戏 打游戏的时候 我们面对着这个敌人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双手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大脑 和我们每一次被他杀掉以后 这个反思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通过行动去认识 我们通过战斗去认识这个敌人 但是电视观众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电视观众需要被直接介绍这个 据说他们跟这个制作人介绍这些角色的时候 因为制作人不玩游戏吗 制作人说为什么他看不见 只跟这些制作人说 因为他没有眼睛 因为他脸就是一朵花 你光说这个好像都不行啊 就是制作人需要更简单的这种解释 更他让你讲的更清楚 所以在这个剧集里面 其实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努力 包括看前两集的开头啊 他都是一个是一场辩论 导致这一场灾难的这个原因 是科学家在那讲 也包括他第二集开头 那个完全新增的那个剧情啊 就是也是一个背景的补玩 我感觉他们应该改得很开心啊 因为甚至出现了那种 据说他们想要挪到游戏里面去用的设定 就是好到这种程度 比如说第二集里面有一段是 他们在赶路嘛 赶路的过程中看到一大堆感染者在那里 然后经过他们的时候 Ali就说他们是不是互相有连接 他们能是不是能互相感受到 在旁边的这个Tess 就这个一个女性的角色 Tess就说可能不只是感受到这么简单 可能还可以还有更多 就这种一句很简单的台词啊 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会儿 你会意识到这个时候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 Tess其实已经感染了 他其实是这些感染者的一份子了 所以那句话会让他当时整个角色会变得 你可以有一个更丰富的维度去想象他啊 我觉得这个是游戏里面没有的设定 这也是他们觉得 好像游戏里面可以用一用的这种设定 然后这里当然有一个名场面 要详细的展开讲一下 就是这个剧的第三集啊 当时刚出的时候评价就很高 我看了以后也是觉得不负期待吧 确实是很厉害 因为第三集他相当于是一个 完全原创吧 基于游戏里面角色的一个原创的剧情啊 他讲的是游戏里面的两个NPC 他们的感情故事啊 这这一集两个角色 一个叫Bill 一个叫Frank 讲的是从这个灾难一开始的时候 Bill本来是一个这种生存主义者啊 就是本来就是会在家里面囤很多武器啊 团很多粮食装备这些人的人 那他很早就为这个灾难做了准备 但在这个小镇被撤空之后呢 这就完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 他就按照他以前的计划 就把这里布置成了一个很安全 然后又可维持运转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有一天呢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啊 就掉到他陷阱里了 讲了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感情故事吧 就是他们在这个之后的这几十年里面 一起相依为命啊 这样一段美妙的时光啊 这个是跟游戏里面不太一样的 游戏里面也没有一个篇幅 给你讲这么长的一段这种感情故事 游戏里面他们俩也有 他们也有一些功能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能够有那么多的戏份 去讲述他们详细的故事 而且两个人的结局 其实安排的也很不一样 能够那么大幅度的去改变剧情 但是呢他改的又如此的妥贴啊 因为他们俩就是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就有点像是那种 我们经常看那种漠视片 像什么Walking Dead呀 11号站呀这种里面 他都会有就人跟人不相信嘛 人跟人的怀疑 但是他很快就到了说 这两个人开始决定开始一起生活 然后两个人的性格又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始终很小心向内的 另一个呢就觉得我们应该更开放一点 我们应该去找朋友 我们应该跟别人一起联手 我们去互相帮助啊什么的 这也让他们跟后来的Joe啊Test 这些角色去建立了联系 跟我们的所谓的主线剧情 有了更多连接 这一集之所以好 首先是他制作上面的很多细节做得很好 包括演员的选择 包括音乐的选择 大家可以去听这一集播客啊 我觉得讲了很多细节 但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这种 它太像一个童话了 尤其是像那种在一场灾难过了之后 会被人转发一下那种很温馨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这个故事本身它又会有一些逻辑上 或者说时间上的一些悖论啊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场灾难里面的话 你可能你不会相信有这样的故事 你不会相信有这么温暖 这么纯粹的一种爱情故事存在 或者说在这个灾难里面的人 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的 那在这个故事结尾之前 这个故事是非常脆弱和不可靠的 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感觉啊 可能会让我们就尤其是大家 全世界的人都刚刚经历了一些 或多或少类似的状况以后 会挺愿意相信或者羡慕一下 这样一个童话的故事 其实这一集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单独成篇的The Last of Us的一个故事啊 因为它讲的也是两个人如何互相的保护 如何应对这一场灾难啊 在这个游戏里面成了最后的赢家啊 虽然他们的命运跟游戏里的角色 最后不一样啊 但是在剧情版的这个安排里面 显然他是更幸福 我觉得他也是更接近胜利的那一方啊 他们就是这个游戏通关的人 嗯 其实游戏里面Bill这个角色 他本身是一个末日生存主义者啊 就是这样的人 他本来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己生活下去了 但是他很孤独 我在那播客里面听到一句很很震撼的话啊 是说整个世界对于Bill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柜子 就是比起一个人守在一个这样的基地里面 更孤独的是什么 就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倾诉过自己的感情 他从来没有过机会 可能以后也没有机会 也不可能有机会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天 有这样一个人发现了他啊 他完全是被Frank发现的 看上去是他在那个坑里发现了Frank 但其实Frank发现了Bill 后来他们就互相开始保护 这个保护的连接 我觉得做的也很好 因为他留了一封信给Joe 他说这封信多半是Joe看到 那么我的这些所有的装备就留给你了 以后你要去保护Tess 但其实当时Tess已经不在了 那Joe要去保护的是Elly 然后最后我愿称之为神之一尽的 就是那个窗户啊 那个窗户就是里面是去世的Bill和Frank 外面是希望啊 就是开走的Joe和Elly 更关键的是这个窗户本身就是 游戏的一个目录画面 就是你在每次打开游戏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先看到这个窗户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窗户 然后我听播客的时候 他们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发想 就是他们当时其实是希望每一集都是从窗户开始 他们想拍各种各样的窗户 就每一集剧 他们都从一个窗户开始 现在流媒体不是会有一个那个跳过片头的那个选项吗 他们想把那个跳过片头的字改成 Press Play开始游戏 对当时他们的计划是这样 但是他们拍了很多窗户以后发现这个不太靠谱 就是表现不出来他们想要那种感受啊 所以他们后来放弃了 但是在这里他们用了这个画面 真的很厉害啊 就是窗户里面是幸福的胜利者 是的 就是在这样一场战斗里面你是可以赢的 你赢的方式是爱 然后窗外是希望 你们也要继续去加油 然后他又跟游戏的那个开场画面 直接是有一个连接 哇 我觉得厉害 明场面 必须是一个明场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了一部轻松的电影 叫做穿靴子的猫二 之所以我会看这个第二部 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这个绘画风格吧 我不知道这这个质感叫什么 就是他有点像双城之战的那种 有一种涂抹的感觉 他的画面上面啊 这个挺吸引我 因为我还挺喜欢双城之战的这个画面的 整体呢 就觉得跟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好莱坞动画片 没有太大区别 但要说我喜欢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喜欢那只小狗啊 那只小狗我觉得是还挺有时代痕迹的一个角色吧 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你不喜欢 等到他后来有一个重要揭示 他讲他绅士的时候 你会觉得 OK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角色 要这么去写他了 他自称是一个疗愈小狗 对吧 他他是可以给大家当这种出气筒也好 就是讲心里话 就泄愤的这种感觉 但到最后他他他他讲自己真实的绅士 包括他身上套那个袜子呀 肚子上很多伤疤这些讲给你听的时候 哇 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就很像是现在有一些 网上那种meme的心理机制 就好像是着火的房间里面说一切都很好的 那只狗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小狗是很时代特征的一个角色 我也很喜欢这个小狗的存在啊 包括他很多台词都写得很过头 但是你又觉得放在他身上是很OK的 比如他跟一个角色去讲一个道理的时候 那个角色说我不相信你 他会顺着那个角色说你不相信我没关系 你相信你自己就可以了 就那种心灵鸡汤硬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很到位啊 下一部作品呢是王菲的这个 武器家的料理员 这个作品我大概看了五集啊 之后就不准备看了 故事和角色都不是那么吸引我啊 看的五集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我喜欢的部分 比如说呃 松刚莫悠演这个角色出现的那个时候啊 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名场面的 来自第五集啊 也就是这一集里面 有一个抽奖券的一个故事吧 他特别想要一个 商店街上抽奖的投奖 是一个吐司机这一集里面相当于是 大家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就会获得一些抽奖券 但最后呢 这些抽奖券就一点一点 汇集到他手上 他每拿到一个 他就把它贴在冰箱上面 最后呢凑够了以后呢 他就最后出发去抽奖 那最后呢 他就是没有抽到这台机器 他只抽到了一箱苹果 一箱来自青森的苹果 很费劲的搬着这一箱苹果就回去了 这个苹果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稀罕的 甚至他本人他们就是来自青森啊 他们也最近刚收到一箱苹果 就这个奖特别没有意思 表现的是这个 那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个处理 就是他前面的铺垫呢 就是这给你一个心理预期 但是他最后这里处理的特别轻便 就这一段拍的特别好 就没有说我们看着他这张票能抽出什么 他没有这样处理 他就是很轻快的就结束了这个抽奖 就被告知 你得到了一箱苹果 你就搬走了 我觉得甚至是一个很有产意的一个处理了 就是你前面一直在告诉大家有这个事情 你觉得你来这里无非就是两种结果 一种是你抽到了 一种是你没有抽到 但我觉得他这个甚至表现的像第三种结果一样 非常的清零 非常的禅意的让他结束了 二月份我还看了一集《孤独的美食家》啊 久违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孤独的美食家》了 这是一集SP 是去年跨年的时候 这集讲的是武郎 他开着他的mini 车上顶上载了一个巨大的螃蟹的模型 然后一路开到北海道 然后在路上呢就是停车也要找地方吃饭啊 就那样啊 就跟平时的好像感觉差别有没有那么大 我因为很久没看了 再看呢就觉得确实 有很多很熟悉的这种元素在啊 包括他那台词真的写得太好了 就在随意找到的一家这种小吃店 吃了以后就发出的各种感慨 这家店就是北海道本身啊 就是这种经据随口就可以说出来啊 然后看的时候也有一点点的这种悲凉的感觉 以前我有一期视频的标题叫做就算是银魂这么讨人喜欢的东西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每集都看的 这么一个意思啊 我觉得孤独的美食家跟银魂也类似 就是你知道它是很稳定好看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你去看这个剧就可以获得那样的一个心理的体验 但是你不会真的每集都会去看它 我我不会每集都会去看它 我知道它一直在那儿 我想看的时候可以去看 但是很可能你就很久不会去看啊 有点像是重启人生里面 两个角色聊天时候说的那种 平时大家都不去那个店啊 等到那个店要关门了 宣布自己一个月以后要关门的时候 就大家会抢着去一下那种那种事情呢 有一点那种感觉 接下来又是一部热门作品啊 重启人生 这是日本的搞笑艺人笨蛋节奏的一部新编剧的作品 讲的是一个重启人生的故事啊 就像它片名一样 这是一个穿越或者说重生的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你以前看过笨蛋节奏的故事的话 你会对它里面有一种气氛非常熟 就是它对人生或者说日常生活中 很多非常细微角度的这种观察和展开和吐槽 这个是笨蛋节奏的作品里面最有标志性的东西 但是这一部剧 我觉得它还是沾了这个类型的一个光啊 就是因为重启嘛 就穿越大家都很熟这一套的理论 但是在里面又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发展 可能是这样子一种吸引力啊 让很多之前不看它作品的人也被吸引进来了 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 就会很喜欢这个作品 对吧 那么我觉得对于笨蛋节奏来说 对于重启人生来说啊 就一旦接受的这个设定 这个重要的设定不是穿越 而是笨蛋节奏式的这些观察和吐槽啊 这个是它的作品里面最核心 最特别最有吸引力的东西 当然它现在推出了很多作品 其实都会有一个一说出来好像就很吸引人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下面包装的 其实是它自己的这种小的东西 比如说在架空OL日记里面有一个概念是 有一个男的 他他是一个OL 在别人眼中和他自己眼中 他都是一个女白领 但他其实就是一个男的 就是笨蛋节奏本人啊 那他就是跟别的一些正常的OL一起去聊天 去吐槽老板 去吐槽客户等等的 他有一个高的概念 但是他下面都是一些喜剧的东西 所以在看重启人生的时候 最快的当然还是你能又再次看到笨蛋节奏 对生活的这些观察 对生活的这些吐槽 就有点像他在住住里面 跟他那些演员朋友们聊的天一样啊 就是你会想象怎么会有人平时想这么多啊 就是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想的一样多 而且就是大家观察当时的气氛啊 这些好像有点不对 但是就有人把这个给你挑明来说了 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那种巧妙的气氛感是只有他这里是最浓厚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剧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穿越剧嘛 一次一次上演同样的一些剧情 所以呢 看这种所谓的浮现回收啊 日语叫浮现回收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伏笔 或者是callback回马枪啊都可以 在看第一集的时候觉得很无所谓的一些剧情吧 或者说有点勉强 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的剧情 其实到后来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面变得有意义起来啊 而且因为他是多轮的这个重生 所以我觉得他做到了 你其实可以在看这个剧的过程中 在不同的阶段再回来看他的第一集 他的很多 你即使你一开始觉得没有意义的台词 你看了第五第六集的时候 可能某一句台词会突然变得有意义 我觉得这种像游戏一样的感觉是很棒的啊 所以现在看到第八集以后 就会很好奇他最后怎么去收尾 因为老实说 因为在这个剧的第八集出现了一个倾向 就是之前好像就是很日常日常好笑好笑 但是突然就有一个凝重的感觉 或者煽情或者好感人这种这种事情 那我的感觉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像刚才说的 我是一直很享受他这种日常的片段的 基于这种穿越的这个设定去开的一些小的玩笑 我也很享受 但是呢在第八集揭晓了一个关键剧情的时候 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觉 就是他很像一个漫画 换一句话说的话 像一个漫画 也就是说他的很多剧情就有一点点公式化了 或者他的一些情感就有点公式化了 这个对我来说是稍微有点失望的 所以这部剧的厉害地方 我觉得就是首先他保留和发挥了 他本身对细节生活里面的这种各种现象的观察和吐槽 但是他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 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个剧叫 柱柱啊 那个也是他写的剧 那个里面经常就是整集 就基于一个他的观察来产生讨论啊 就是好多同时想太多的人在那里争论 到底是谁想的是对的 就那种是有点太过头了 但是在这个剧里面 他的这些观察 我觉得就给的恰到好处 密度也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每个呢也就是稍微讲几句 而且这些东西还可以成为你callback的一个源头 其次呢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看烂了的那些类型方面的特征 比如说穿越剧必有的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这个剧前前后后的这种回马腔的这些callback 还有呢就是那个时代痕迹的一些东西啊 就比如说交换贴纸啊 聊电视剧啊 拍大头贴啊 这些事情 还有流行音乐啊 所有的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有他的痕迹 他处理的我觉得也很好 就比如说他那个转世的那个过程吧 因为比如我们刚看皮诺曹 皮诺曹是怎么转世的 皮诺曹死以后去到一个地方 有一堆人在那里打牌 然后还有一个女王一样的角色在那里跟你说话 那整个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透明的世界 但是他在这里面他设计的就很笨蛋节奏 这个东西跟他很多短剧里面 他的那种包括那个用词方式 包括那个架设方式啊 那个台子的方式 包括后面的很多文件夹 要献查呀 那种叙事节奏 又可以跟安腾英刚刚结束的这段公务员生涯 有一个对应 就又很巧妙 就是这种东西在这个剧里面就很多 然后整个节奏安排下来就很好玩 怎么讲 我觉得这种剧他可以一直写 他会因为他会一直观察 然后他可以在每个类型都可以玩这种剧 很厉害啊 就太服气了 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持续到最后了 而且很难得的一点是 你知道他是一个这么 这么这么类型化 或者这么娱乐化的一个产品 但是他里面就是会 我看的时候 起码我是会有被感动到的很多时候 他未必是说 可能到了一个大剧情的时候啊 就是很删情 故意删情那种时间点 他可能不是 很多时候你就是很感慨那种 比有朋友的存在很好 朋友在保护你 或者是 人一下子死的果然不太好啊 就类似这种 我觉得他还是有真情 可以你在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很真的东西 这个很难得 他不是纯粹在做一个搞笑的东西 或者一个强的这种 靠逻辑去取胜的东西 我觉得他里面 当然跟其他演员也很有关系 我觉得大家演的都很尽兴 应该就是看的 我看的很开心啊 就是太好了 有这个剧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又是一部老片啊 没想到这些都已经现在成了老片了 这是热血警探 hot fast 这是埃德加赖特的 血雨冰淇淋三部曲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部啊 以前也看过好几遍了 其实啊 这次看他好像有一天转发说是20周年吧 所以我又看了一下 还是很喜欢他的剪辑啊 当时看不懂的时候就觉得他剪辑特别帅啊 但是现在在看呢 就确实觉得他剪辑这部里面是 还是很精彩的 他不像后期啊 就是有一个他拍那个一个驾驾驾车高手的那一部的时候 那么过头去强调卡点啊 节奏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他当时剪辑里面 用非常强的剪辑去打造节奏和参与叙事 甚至拿来讲笑话 我觉得他的镜头语言里面剪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在这部里面体现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他这里面的喜剧真的是完全击中我的好球带 甚至啊这里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你在那个克拉克森农场里面会经常看到的一个这种喜剧桥段 就是他因为他讲的是一个伦敦的警察 被下放到了一个小镇的一个警察局啊 然后那个小镇就特别奇怪 他在那就开始查案子这么一个事情 他在那里被介绍给他的所有的这些同事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事就跟克拉克森农场里面的那个 Jerrod是一样的 就是他说话就是你听不清他是什么 字母也不告诉你他是什么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笑话了 就就已经有这样的喜剧存在了啊 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再看就跟那个看那个杀手没有假期也类似了 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在类型片上面的这种追求 或者说他怎么样遵循当时这个类型的这种规则 但是呢又做出自己的特点啊 我觉得很好看啊 很喜欢 好那接下来顺着就说一下克拉克森农场吧 第二季啊 这个如果有人没有看过的话讲他讲的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媒体人 叫做Jeremy克拉克森 他去经营他农场的故事啊 第一季其实当时就挺火的 然后这第二季呢 就顺着第一季的之后的一段时间来讲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娱乐作品类型吧 因为他首先他讲的是一个种田的事情 他讲的是经营农场 种庄甲是怎么回事 养动物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有一个概念 但你不知道 首先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 其实你不知道现在是他们是怎么做的 它是一个普世主题 然后呢 他有一定的新鲜的信息量吧 就是可以满足一定的猎奇的这种感觉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有钱人吃鳖的故事啊 他不是一个有钱人去经营农场 而赚了更多钱的故事 因为如果你看到第一季的话 他其实经营是比较惨淡的啊 就一直受到挫折 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讲 让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啊 你也有今天啊 这种心情的一个故事 而且他还自带了场外的这种争议啊 这个人本身因为就有很多的标签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这种娱乐作品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看这个作品 但是每个人看的时候 又可以从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一季可能跟上一季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他从讲这个人跟农场 人跟自然 人跟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变成了绕不开的一话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就是政治吧 或者说就是他在这一季里面想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他最后是要跟人来打交道 让这一季跟前一季变得不一样 但他好像又是一个很无奈的必须的一个变化 当然其实他第一季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啊 这也是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就种田这件事情 在英国除了技术上面 现在你已经可以用这么大的机器 一次耕那么大的地 一次撒那么多种子 一次怎么怎么收割 除了这种我大概能想象的东西以外 他还有很多我不能想象的关于种田的东西啊 尤其是一些地方的规则 比如说小到每一家这个农户 其实都要有一本纸质的一个log 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是要检查的 就定期要检查的 你要记录你们家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种是很偏门的 在别的地方不太能看到的一些信息啊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那个万物生灵的时候 其实就有看到说关于结合病的规定啊 就如果你有养牛 然后如果你有一头牛有结合病的话 其实你所有这些牛都不能再继续养了 那么现在好像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一季里面他有养牛嘛 所以说他的这个牛 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 就是怎么办 这些牛会不会全部都要被处理掉 因为当地就是出现了结合病 然后还有就是欢 欢这个动物 在当地看来是很常见 但是呢 因为一个政策的规定 所有人是不能够驱赶 或者是杀死这些动物的 即使他对你的庄稼 或者对你的这个牲畜 都是有危害 有潜在的危害 但是你不能主动去处理他 因为英国的政策 很多年前就在保护欢 即使现在很多的人 都觉得已经有点过度保护了 好像应该调整了 但是就一天不改的话 大家就只能忍受这些东西 就他把这些东西 一部分摆在台面上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一种寓教娱乐啊 对成人的一种寓教娱乐 他会让你再看这种田园风光 感受这些所有人的喜剧天赋 就讲这种笑话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这种 固有的印象啊 就是很好笑的同时 让你觉得 哦原来种田还有这个事 这个事他合不合理啊 其他就是那个好笑部分 还是很好笑 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觉得他的旁白写得很好 他的旁白 嗯一个是起到连接作用吧 让这个叙事变得很顺畅 还有呢就是他有时候是 加剧这个喜剧效果的 因为我觉得好笑是这个剧 最重要的一个娱乐价值啊 他的亚马逊页面上 写的四个标签是 即兴和平思想深刻和滑稽 这四个东西能放在一起的作品 其实真的不多 二月份重看了一些旧的电影啊 其中一个是这一部 杀手没有假期 执意呢应该是再不鲁日 那会看这一部 当然是因为刚刚看了那个 马蒂麦克唐纳的 《印尼守灵的女妖》啊 就想起来当年确实很喜欢这一部 那有时候就顺手 就找出来就看了 呃观感呢 首先就是忘了很多东西 你只能零星的觉得啊 马上要怎么怎么样了啊 就确实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呃 然后意识到他的这个台词写作的高明啊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 尤其是前半段台词写的事 但是太好了 只有很聪明的人才能写出 这么看起来蠢笨的 这种角色的台词 写的那么好 我觉得太高明了 而且他在前半段 基本上就是每一场戏 结束之后 到下一场之间的那个过度的对话 写的太好了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幽默感 我觉得实在太棒 现在看一点也不会过时 而且原声还是一样的好听 我还是一样的喜欢那个原声 好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我在二月份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惠子宁世 这也是电影询报 刚刚评选出来的 2022年十家日本电影的第一名啊 就是三宅唱导演的一个星座 惠子呢 当然就是女主角的名字 就是有原型人物存在的 电影是改编的这位 听障职业女拳击手的传记啊 就是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面 截取了比较早期的 很短的一段经历来翻拍 他讲的就是惠子刚刚出道的时候 刚刚开始成为职业拳击手的时候 一边要打工 一边要维持原来的生活 一边要去练拳 其实挺辛苦的 然后他在这个当中 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变化 讲的故事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去共情 关键是他被讲述的方式啊 就是三宅唱导演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叙事 我是非常的服气的 我肯定还会再重新看这个电影 我会去再去看三宅唱 以前更多的电影 我觉得他是通过堆砌日常 来显露异议的 他拍的就是惠子 非常规律的 甚至是比较枯燥的生活的 一个个场景啊 把它连在一起 把它堆起来 我觉得你如果看这电影的话 你很容易就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风景拍的也很好 因为他选在那个东京的一个工业区啊 就荒川这个地方来拍这个电影 这个地方的怎么说呢 景色 不管是街道啊 工厂啊 河边 包括那些铁路上面那些车 其实都很有特点 那这些空镜 他拍的都是很好看的 但我 我后来回想啊 会觉得 他拍人的生活的时候 跟拍这些空镜 跟拍荒川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他就相当于是 很冷静的吧 这些很日常的东西 堆在一起以后 甚至你可以把 荒川看这个电影 那个角色 你甚至可以把 惠子练拳那个拳管的 很多设施 都看成对领的一个角色 那样去理解这个电影 我觉得会很有趣啊 所以这个电影 我觉得很值得再重新去看 然后在这里面 你当然必须注意到 就是惠子的特殊身份 就是他有听力障碍 所以这是他跟其他 拳击手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是这个电影 跟其他的类似 题材电影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 真正的一个高光时刻 其实在电影一开始就发生了 那是一个揭示 这个整个电影主旨的 一段画面 他的高光时刻 不在任何一个赛场上面 他高光时刻就在 他每天都要来的 这个快要倒闭的 破拳管的 这个练习台上面 他在这里 如何全力以赴的 去维持日常的节奏 这个节奏不光是当下 就他跟他的这个教练 一次次出拳的时候 因为你打拳 对方那个把药正好出来 你才能接到 你必须记住 你们才能正确打出 那个节拍 就是他怎么样 全力以赴的来学习和记住 这种节奏 这不光是他在拳击场上的日常 这就是他平时的 所有生活的一个缩影 也是这个电影 后来所有要讲的事情 一个缩影 就是他需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练习 需要旁边的默契 电影一开始就揭示 这段拍的极美 这段声音也很好 而且很长时间 就一开场就被这个震到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电影 对我来说的一个名场面 对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电影 我应该还会再去看 而且三代唱其他电影 我也会继续这段时间 再重新去发掘一下 就是太厉害了 就是这种拍法实在是高级 其实二月还有几个开了头的 准备留到三月继续 到时候多看一点再讲 比如有个叫扑克脸的一个剧 我觉得他还不错 还有就是那个 有个叫真的不一样的一个 讲超级英雄的那样一个剧 或者是超能力吧 也不算英雄了 那个也还不错 然后三月份会有很期待的 很多剧回归 三月份的一个主题 可能到时候就是回归 因为三月一号 有那个曼达洛人的回归 三月十五号 有足球教练的回归 然后三月底 还有继承之战 最后一季的回归 所以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电影院也慢慢的 开始有一些期待作品要上来了 所以不想错过以后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提醒功能 这样的话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收听到新的节目 好吗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